随谭云迈入灵魂镜五重 相同时间内施展鸿蒙神步 已从之前的跨越千丈 递增到一千五百丈之距 谭师兄救命啊 足踏飞剑弟子的惊恐求救之中 谭云忽然出现在其身侧 一把将之扔向二号卧龙台的同时 足以击爆下兵宝器的一拳 已带着震撼的虚空 朝巴掌朗狂暴的轰去 谭云 你这个丹麦的叛徒 今日本长老要你好看 巴掌老于章目光凶狠 右手带起一篷灵力风暴 朝谭云悍然迎击 他堂堂炼魂七重实力强者 对自己无比自负 一张便能重创谭云 拳掌相交的瞬间 一团高达百丈的灵力巡窝 若星云爆炸 使得二人方圆三百丈虚空 爬满蜘蛛网般的裂纹 我的手 伴随着鼓猎声 于章遍布正纹的右掌 被谭云一掌轰爆 血液似箭 断至横飞之中 他拾去右掌的整条手臂 无法承受谭云一拳余威 意识寸寸爆裂开来 你只是无憧憬 为何比我还强 一张嘶吼声里 身体若炮弹一般朝后方击射 谭云凌空一上而射 下一瞬便出现在其身侧 右手探出死死掐住对方脖子 接着便掠回了一号五龙台上 被谭云掐着脖子 面色战红的鱼章怒视谭云 谭云 你放开我 这一幕深深震撼着 首席长老以及九卖知识的心 他们万万想不到 炼魂七重的鱼章 在谭云面前竟然毫无反手之力 而六十万内门弟子 皆是崇拜求畏惧地望着谭云 天呐 谭世兄居然这么厉害了 虽然我看不出他的境界 但我听到有人说他是两魂镜五重 丹麦八长老可是七重 竟然在谭世兄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呀 是啊 谭世兄越来越厉害了 谭世兄的实力好恐怖啊 耳畔盘旋着九卖弟子的议论声 如今的内门丹麦首席李毕成怒吓出声 都给本首席闭嘴 疯癫顿时陷入安静 压抑的气息让众弟子有些喘不过气来 灵魂九重的李毕成怒了 自数日前 沈文德脱离丹麦之后 由于他是仙门寺长老卢役的心腹 尽管并非内门丹麦一干长老中实力最强者 但还是登上了内门丹麦首席之位 此刻 已经在三座卧龙台上的两千多名丹麦弟子 看着李毕成 一个个成黄成孔瑟瑟发抖 没什么可怕的 都深吸一口气 一切由我 是谭师兄 众人皆是感激地看向谭云 气煞我也 你们这群背叛师门的叛徒 李毕成探出一根枯瘦如柴的手指 进而怒指谭云 你给本首席放开巴长老 如果我说不呢 别以为仗着宗主青睐 你就无法无天了 本首席再说最后一遍 给我放了他 谭云置若望闻 掐着鱼章脖子的五指慢慢发力 五指插进脖颈 血液自颈部喷波而出 首席 救我 话音未落 谭云已然捏跑了他的脖子 好啊 我现在就放了他 谭云左手一扬 便将鱼章的尸体扔下了卧龙台去 岂有此理 你敢滥杀无辜 本首席要你死 李毕成闪电般猎向一号造化台上空 随其右手一挥 一道长达百丈的璀璨雷属性剑芒 便目然斩向谭云 沈素兵正宇出手之际 耳畔传来谭云的不屑之声 熟悉 弟子杀他如土狗 话音一落 谭云便形如鬼魅 贴着轰然而至的剑芒闪烁而上 下一瞬便出现在李毕城身侧 一张击中其胸腾 谭云炼魂镜三重时 便能击杀炼魂九重修士中的佼佼者侯爷 何况现在以炼魂五重实力对付李毕城 别说实力了 单单只是速度 谭云也快出李毕城三倍 沉闷巨响之中 李毕城胸膛塌陷靠土鲜血 断了线风筝一般的朝山峰上砸落 刚刚砸落在地 谭云便一脚踩在他脸上 老东西你想死我可以成全你 谭云我乃一脉首席 你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弟子 你不能杀我 依照纵规你杀我乃是死罪 李毕城色力内人 此刻丹麦十数位长老中 除去二长老杜臣低头不远 其他长老借身形闪烁 将谭云团团围住 谭云 放开我们首席 杜臣之所以低头不语 因为他乃是罗凡的师父 他深知罗凡与谭云要好 所以也不想为难谭云 哼 放开 难道你们先门首席 没有和你们说吗 若没有 我不介意浪费口舌再说一遍 宗主有令 我和功勋首席 前往内门选拔弟子期间 无论哪一脉高层均不得干涉 否则战力绝 谭云说着 一脚踩爆了李毕城的脑袋 看着李毕城的尸体 何为谭云的十数位长老 面色骤变 目光恐慌 还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滚开 谭云一声力喝 众长老当即散了开来 谭云冷哼一声 便掠上一号五龙台 冷冷扫射陷入恐惧中的内门高层 旋即又往向疯癫上的众弟子 我功勋一脉不拒任何人 谁敢扰乱我功勋一脉选拔弟子 李毕城就是你们的下场 现在愿意拜入我功勋一脉车 继续上五龙台